我最開心的就是用鏡頭 記錄一下我們的生活 可是為什麼每次 他都不能好好地配合我呢 你還不如他呢 我已經很配合他了 他每次以專業的角度來要求我 我做不到我有什麼辦法 他每天就知道拍拍拍 而且不照顧寶寶也不照顧我 那你幹嘛不去跟相機過日子 愛老婆還是愛攝影 這是個問題 接下來呢認識一下這對情侶 掌聲有請他們 男嘉賓小陳26歲 來自浙江是一名攝影師 女嘉賓小楊23歲 來自浙江個體 來有請兩位 有請 你老公很愛攝影 對 有多愛啊 不管出去玩還是幹嘛 吃飯什麼 都要帶著相機啊 而且的話 剛開始還OK 他會陪我說 約我吃飯啊 看電影什麼的 但是到了結了婚之後 他就是整天就是抱著他的相機 根本就沒有跟我有很多接觸 你一開始約會的時候 他帶相機嗎 不帶 什麼時候發現他變了 肯定不只是婚後變 婚前應該也有一些 婚前的話結婚 尤其是結婚的時候 就好像婚禮啊 辦婚禮的時候 我們都是說新郎和新娘在一起嘛 然後敬酒這些啊 但是我敬酒的話 剛開始跟他一起兩個人 敬了一兩桌吧 敬完之後到另外一邊的時候 他人就不見了 嗯 就是剩我自己一個人 在伴娘的話跟我在後面 伴郎的話也是跟著他走掉了 去哪兒了 因為我看到就是很多主持人啊 他們都會有 比如說他自己職業是主持人 但是他會自己主持自己的婚禮啊 嗯 那對於我來說 我是一個攝影師 那我也想有自己的 拍拖臺 收入 旁邊 沙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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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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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宗盛